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下个礼拜六就要登场 而将会由影帝冯小刚搭配影后贵伦美 报案发今年的最佳女主角奖 而最佳男主角奖的部分 会由林嘉欣和张震来担任颁奖人 而另外曾助伟 曾宝宜和曾国祥一家子 会一起登台颁发最佳新导演奖 王妃的女儿窦镜童一传好歌喉 以清澈空灵唱腔微电影七月与安生现场 出示提升日为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也将在颁奖当天原因重现 而这部电影的导演也带有来头 就是艺人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 他入为最佳导演奖 但颁奖典礼上曾国祥不孤单 因为爸爸曾志伟也住为最佳男配交奖 你要食药啊 你望着我 我有没有事啊 我有没有发电啊 没有啊 我自己知道啊 相隔18年这回曾志伟卸下搞笑 和黑道大哥的既定形象 改饰演一名面对躁郁正儿子的毋庸爸爸 你现在是全程想要用台国语跟我交谈吗 可以啊 女儿曾宝宜也继承了爸爸的好口才 尽管这回没接下主持棒 也将和爸爸跟弟弟三人同台 颁最佳新导演奖 至于最佳女主角奖 则由冯小刚和贵伦美西首颁奖 而最佳男主角奖则是林嘉欣搭张震 共同颁发 所有大咖演员齐聚金马 也让颁奖典礼星光闪闪 记者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